接下來給大家介紹我的照明系統 首先這款取暖爐 其實它可以作為一個照明工具 放在帳篷裡面也沒有問題 放在戶外 晚上的話也會比較亮 不鏽鋼的水壺可以直接放在上面燒烤 它有一個七色彩虹的效果 晚上會非常的亮 坐在邊上它也能夠取暖 我自己另外配了一個收納包 非常的講究 這邊還有一個口袋可以放點東西 這樣一個側拿包 它的設計是這樣一個側拿 放進去以後我們就可以這樣 把它喝起來 從邊上就可以把它拉起來 這樣方便於收納 接下來這款北基辛氣管燈 庫羅曼的品牌 我個人買的第一盞氣管燈 上面的頂是紅色的 上面是咖啡色的 配一個470克的氣管 點火以後可以燃燒5到6個小時 這邊有個閥 往左邊 你會聽到有氣的聲音出來 然後點火 給大家展示一下它的亮度 基本可以呈現出這樣一個亮度 它是相當的亮 晚上的話它的亮度比較亮 一般我都會用在廚房設備的這塊地 夏天的話可以去紋 去蟲 拆卸方式很簡單 來氣管 這邊有一個開關 一定務必引到最右邊 如果往那邊的話 打開了閥門 待會裝氣的時候 會有氣會出來 會不安全 裡面這塊燒火布 點燈如果破掉的話 需要換新的 所以我一般會常備一個新的 放在這個收納包裡 接下來是這款燈 這款是AOED的燈 它有三個尺寸 我買了一個最大的一個尺碼 這樣的一個AOED的燈 它是非常的亮 我會放在餐桌 或者是天幕下面 晚上的話 它的照明會比較亮 給大家展示一下這款燈的亮度 它有三個按鈕 當中一個按鈕 按一下 它就亮了 再按一下 它更亮 再按一下 它更亮 它有三檔的調節 同樣邊上也會有 一、二、三 三個檔子 當然它還可以換成白燈 再換成黃燈 以這裡三個按鍵可以來切換 大家可以看得到這款燈 非常的亮 我還會配一個三腳架 三腳架架在桌子上 完全可以解決這個桌子和周邊三把椅子 四把椅子的一個照明問題 然後這款燈它還有一個USB的接口 這邊可以作為充電 這邊是一個充電器 上面還有一個鉤子 可以掛在帳篷的上面 它的持續能力 在充滿電的情況下 七個小時到七十八個小時 如果你全開最亮的話 估計可以用七個小時到八個小時 如果你用最弱的燈來開的話 基本上可以持續七十八個小時 我用下來這款燈一般照明十二個小時 沒有問題 首先來帶給大家這款克爾曼的氣燈 經典的一款燈 基本上的照明比較暗 那種氛圍會比較好 所以我當初選擇了這款燈 它這邊有個按鈕 可以把這個法打開 開了以後 你會聽到裡面會有煤氣的聲音 然後這邊可以 往那邊它會越來越大火苗 基本上我們不用這麼大的火苗 它可以這樣 這個燈最吸引我的地方在於 它的火焰非常的自然 晚上它的氛圍非常的好 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平時用的這兩款燈 我展示一下 可以作為一個手電筒 再按一下 這個白光燈 再清一下 稍微暗一點的白光燈 黃光燈 暗一點的黃光燈 所以說這款燈它有六個檔位 這邊還可以往上抽出來 大家感覺它的聚光一下子就變小了 本來這麼大的聚光 它可以抽成這樣小的聚光 晚上可以照天上的星星 坐在椅子上 跑一杯咖啡 看一下完美的天空 還有兩款雪風的燈 我為什麼買這兩款燈呢 無非就是它的顏值比較高 它這個細節也是做得非常的到位 它有一個吸鐵式功能 方便於掛在帳篷中 也方便於掛在你的衣服上 晚上去上個廁所啊 什麼用這樣的燈 或者是用這樣的燈 我覺得也是比較方便 還有一款這樣的一個頭燈 晚上泡個茶煮個咖啡啊 炒個麵啊什麼的 不想再開燈了 就用這樣一個頭燈 再按一下 它更涼 再按一下 它更涼 它有三個檔位 再按一下它就關了 這個頭燈它有一個小細節 它這個頭燈可以轉動啊 我們在煮飯的時候啊 如果亮著的話 它有可能會照到對面的人 這樣會影響到對面的人 所以它這個小設計 我覺得還是比較好的 它可以把這個燈往下翻 它盡量的你在做做飯的時候 它盡量的這個光是聚在你自己的範圍之內 而不會影響到隔壁的露營的小夥伴 這個設計還是比較人性化 這款屬於防災燈 它太陽能 它不需要充電 它的顏值也是非常的不錯 這樣的一個雪花狀的一個 把它一拉 它可以拉成一個方形 它上面有一塊太陽能板 白天可以放在桌子上面 自然充電 晚上就可以用了 充滿電的情況下 它上面這款燈可以用7-9個小時 環保好用 方便攜帶 我所有的燈具 基本上一些小配件的燈 都可以收到這個包裡 最後給大家帶來這款氛圍燈 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顏色 花形 我具體還沒用過 下一次等我去露營的時候 展示給大家看 以上就是我的照明系統 分享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更加好的照明系統推薦的話 務必寫在我的評論區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一個油筒 這個跟這個 是一個雙保性 鋼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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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